可查一声 像是咀嚼的声响自那地下传来 伴着血液溅起 从雾矮中冒出 即便早已过去了万古岁月 那只是昔日究竟的浮现 楚风也似感同身手 觉得浑身发冷 脚踝骨剧痛 这让人发毛 地者被人伏击 脚踝被直接死咬 下沉再下沉 地者消失 地下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绝世大战 有地血飞出染红了整片千节百难地 楚风眼角都要瞪裂了 盯着那一幕 这是他费尽心力 终于捕捉到的一段旧事 终于看到发生了什么 他不想错过 双目中光束如火山喷发 很古怪 连星空都暗淡了 熄灭了 那片地势 却也只是在四分五裂 并未彻底回去 何等的坚固 终于 楚风再次看到真相 在地下 有纵横交织的通道 古老而幽随 模糊的两个生物坠落进去后 是在那通道中战斗 所以山地不曾全毁 楚风震撼了 轮回路 透过那裂开的地表 他看到了幽碎的古路 散发着摔败与死亡的气息 有些腐烂的尸体横沉 太像了 真的很像是他走过的轮回路 可是 现在见到那条古路更为壮阔 更为古老 有一种苍凉 而又死气沉沉的气息 那像是不知道多少个纪元前的产物 应该不是楚风所走过的路 如果对比的话 楚风从小阴间到阳间的路 只能算是一段蜿蜒齐驱的小路 同这条黑暗而又枯寂的路比起来 犹如小溪对比江海 差距就是这么大 楚风看着他一度怀疑 自身所走过的轮回路 只是后世被人为 开凿出来的一条延伸的小路 荒芜的一段之路 石冠山川下 那条黑色的路太壮阔了 沧桑古意带着灭渡的气息 带着冷迹无数个纪元的尘封岁月感 那两个生灵在激战 失去先手后 地者太被动 那黑色的轮回通道中 一切是那么的可怕 血液死剑 断路 匆匆一撇 楚风看到 地下的路有些地带是断的 像是曾被毁过 早已破损不堪 如今也是残缺的 不知道他通向何方 不知起点 不知终点 楚风倒吸冷气 早已破败荒芜的一条路 莫名出现了一个生灵 腐烂的手将地者抓下去了 实在惊人 景象模糊了 雾中一股地血冲起 然后地面一切都不可见了 唯有苍穹上 不断地军裂 伴着金色血液 伴着蓝色血液 从某些区域低落 而后天地复归死寂 地 陨落了 片刻后有人大呼 声音悲怅 接着 活着的生灵 全都哀呼 举世震动 无数的呼唤声 从宇宙星空的尽头传来 此骸有活着的生灵 区域传出 举世街头 有人大吼大哭 地落时代 楚风发愣 一位终极进化者就这样死去了 那样的暴毙 让人毛骨悚然 恍惚 他还能够听到咀嚼声 鼓裂声 血剑声 不自禁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正正出神 整个人都如泥塑木雕版 那广袤的大地下 竟有亘古轮回路 在地落时代前就荒凉了 那天空中 竟莫名地低落下斑斓血液 楚风 激凌凌地打了个冷颤 而后 再次皱眉 去聆听 去观看其他山川 若隐若无解 也听到类似的地落哀呼 在某一个纪元前 地落不止发生一次 地者会死 会暴毙 却从未见古史记载 被抹去了所有的痕迹 唯有识观 他铭记了那些可怕的事儿 一瞬间 楚风想到九号说过的一些话 地落时代前就存在地府 被荒废了 那个一箭斩断万古的强者 有所觉察 发现轮回路有古怪 但终究是因为 某种未明的变故匆匆上路 离开这片天地 为去探查 很快 楚风清醒 而此时石冠上 山川间的迷雾也散开了 那成片的山川图都宁静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地落前 不是一个人的时代 而是一个又一个纪元 每个时代都有中极者 发生意外 隐落而去 楚风轻于 可怕的地落时代 哪怕后世人知道一临半爪 也与真相相取甚远 楚风呆呆发冷 他虽然只看到一脚真相 可还是浑身发寒 这是从内心深处传透出来的寒意 地下轮回路断了 但却折服有什么东西 极尽危险 而那苍穹上更是伴着莫名异象 血液低落 而这一切应该都还只是表象 他透着极须诡异 深层次的东西 仅凭一脚真相 根本挖掘不出 突然石管矩阵 太空之火与古咒之焰 剧烈地撞击闭关 空间与时光纠缠 化成磨盘 化成剑刃 冲击罐体 这是进来了吗 要入罐中 一时间 罐体被焚烧得都快发红了 而后痛提灿灿 有很多蚊子意气浮现 竟然进一步发生异变 罐体通红很灼热 像是化成了一座仙炉 火光焚天 一有经文声阵阵 令人如同醍醐灌顶 即将悟到 楚风震撼 他看着石管 在他的上面金色符号 如同铁水胶筑 很有质感 接着流淌而出 直达人的心底 莫盘文 这是楚风命名的 其实那蚊子 究竟有什么根脚 他也不知 最早 他是在轮回路 光明死成中的 那个城池 规模相仿的巨大 而粗糙的石墨盘上 看到的一行金色蚊子 此外呢 他发现石管发光 而展现 异照时 浮现的金色蚊子更多 比那轮回路上 墨盘上的还要完善 不过 从来没有一次 那些经文会像今天这么多 过去几亿行字而已 今天却足有一小片 或许也不能称之为经文 最起码 楚风揣摩很久 也不知道其真正的连贯奥义 也许每一个符号 都是一种能量体 一种无上的微能的体现 单个的符号 就是一种道德有形载体 楚风仔细凝视 发现这些文字 都是从石冠上 那些山川地势途中 飞出来的 这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联想到那些地势中 有些地带 曾发生过诡异血烂 这不禁令人怀疑 心中愈发悚然 这些字符能够定轮回 转刻在光明死成中的石墨盘上 那绝对不可想象 其底蕴害人 尤其是轮回路上的 也只是残缺纹 其极有限的一行字 楚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死死的盯着 全部铭记在心中 他知道 这是无价之宝 是无上的符号 他已经有所体验 在三方战场时 他将记下的有限符号 在双手上显化 便所向披靡 将五疯子那个一生化为七大圣 从而站立叠加暴涨的后人年报 初步露出此经文 无上威能的端倪 瞬间 楚风将眼前所见 全部符文 记在心中 不过 稍微冷静后 他又一阵吃惊 因为到现在为止 石怪也只是这一面发光 显露特殊的地势 与金色符号 还有大部分区域 始终不曾有奇特变化呢 当年 石怪是个正方体 共有六面 如今虽然成为罐子 可是现在看来 依然仅六分之一的区域 显形 露出非凡之势 大部分区域 依旧古捉与平凡 看不出什么 这东西逆天了 楚风相信 其他区域 应该也不会普通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次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